台中有一名母亲因为反对女儿和同性的女子交往 引发了女儿不满 动手掐母亲的脖子 还推她去撞墙 甚至表示想用200万元来买断母女情 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 一度想寻短 最近申请了保护令 女儿方面是宣称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 来选择想要的生活 不过老母亲还是泪眼恳求女儿灰心转移 过去那年 那年跟妈妈那年后 我们两个早晚睡了25年 我们两个是兄弟 妈妈怎么给你刺大 这个规定你都知道 63岁的廖姓夫人实在气不过 小女儿居然动手掐她 夫人说26岁的小女儿担任护理人员 去年5月间带了一名38岁的女子返家 两人还在祖先排位前衣衫不整行为不解 夫人当下斥责小女儿不满母亲 百般阻挠这一段女女恋情 不但辱骂她 甚至动手掐母亲脖子 还推她撞墙一边说 你死了我就自由了 母亲吓得搬离台中 必居亲戚家 母亲泪流双眼 温情呼唤 阻止女儿女女恋情 女儿居然出手打母亲 小女儿回应媒体 自己已经是成年人 可做理性判断 其余她不想多说了 为人母的听得心灰意冷 拿着电商单申请保护令 我们来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